川镇两周年系列报道 我们要将焦点转移到中国的陕西 两年前512川镇发生的时候 各界都在救助的资源 都是集中在四川 其实邻近的陕西也有灾情 却是得不到太多的关注 台湾的联合券目协会跟家府基金会 特别选定了陕西的宁墙县 李家院村作为重要的标的 两年后不但房子盖好了 当地还多了一座社区发展中心 经过一段颠簸的路程 台湾联合券目协会及家府基金会人员 来到陕西宁墙县青木川镇的李家院村 村民热闹迎接的不只是台湾来的客人 也迎接村子即将有一个新的开始 李家院村的社区发展中心落成 对村子来说是一件大事 所以几乎所有的村民都跑出来一起参与 这一刀剪下去也代表社区发展中心正式启用 里头有一个小小的儿童活动中心 也就是小型的托儿所 原本李家院村的孩子都没有上幼稚园 但以后不一样了 孩子有一个公共活动空间 还有老师可以教他们做美劳 玩游戏 学习生活礼仪 平常我们都带有些手指游戏 传足球这些 我觉得他们在这里面还可以学到很多的东西 学到一些基本的礼貌 孙老师也是李家院村的村民 现在他可以在村子里工作 也协助家长们减轻照顾负担 社区发展中心二楼还有父女健康学堂 今天教的是认识艾滋病 过去李家院村跟传统社会一样 男主外女主内 但地震后女人撑起一片天 积极参与灾后重建 也提升妇女能力 这个健康学堂就是一个活例子 先培训妇女干部 充实健康知识再传递健康知识 有了社区发展中心 就能展开许多社区工作 我们总毕业对这个小孩进行义务教育 还有对老人的照顾 他们进行一些活动 还有一些妇女 我们进行活动 这座社区发展中心 它不只是一座硬体建筑 也是凝聚村民为社区投入的一个开始 记者许划自识证据 陕西采访报道